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规划的新住民食物分享会 本身是新住民身份的纵发处长林立禅认为 国际移民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此希望这些国际移民朋友能够一起在地成长 生活能有所规划跟保障 20年以上的,你来几年? 十几年,最少十几年 因为姐妹都嫁来20年以上的 那有最久的三、四十年的 那今天会谈到所谓的供老、供好 还有退休准备 包括说他们觉得除了有公保以外 他如何去规划他的医疗保险 这种就是一般的商业保险以外 他如何规划让他更健康 所以有谈到所谓的当志工 还有要如何一起建构一个供老 包括更有创意的姐妹说 如果以后我们小孩子少了 学校如果不要用 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做一个供老基地 等等 我们都有听到姐妹的心声 那第二个他们也谈到说 他们现在都在规划他们的退休准备 包括说在幸福的时候就要好好规划 才算是你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沦落为又穷又老的一个社会 就是依赖者的老人 我们希望我们是成为未来社会就是有用 然后也可以快乐的老去 所以今天除了谈供老以外 也谈了退休准备 那最后呢也感谢社会处也承诺了我们 在明年度会规划所谓的理财 因为姐妹说他们会就是上班赚了一点钱 包括他也在学校当厨工 那也有在教大家做果冻花 越南的果冻花 那存了一点钱 他都会拿去做定存 那可是定存的利率非常低 所以呢他该如何让他的钱变更多一点 所以呢他需要理财课程 所以呢也感谢社会处他们也承诺 在明年度规划整个理财课程 让姐妹可以在健康的老化 然后呢快乐的老化以外 还可以有尊严的老化 分享会现场 有许多来台湾20年的国际移民也认为 退休供老确实是非常需要 及早规划与考虑的问题 未来也期待是否 能将基隆打造成 对亲盈都有善的有爱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